一鸣二运三风水 干挂 第五摇 飞龙在天 在这个飞龙在天的吉祥日到来前 最适合做一些转运去煤的准备 人走了煤运 往往会乌路偏逢连夜雨 拜堂听见乌鸦叫 喝水都会塞牙等等 煤运跟这个人的思想动向 人生走向 乃至自己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 有几多岭上就有几多岭下 人不要先怕倒霉吃苦 不经一试 怎可有一德 世间是总是一分为二 有对立存在的 或福总是相义相扶 物极必反 脾须抬来 是不二之理 有败才会有成 有失才会有德 有苦才有甜 当一个人觉得倒霉的时候 多到这四个地方走一走 很有效 会马上转运的 第一个地方 寺庙 一个人走霉运的时候 往往内心难以平静 于是 在平时的为人处事中 总是抱着一种怨恨的心理 去怪之怪呢 其实 人走霉运 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 会一番风顺到老 当一个人走了霉运的时候 去寺庙走一走 坐一坐 去了 不要拜任何神佛 也不要面佛 四处转转不入堂 心静下来 就能醒悟 自己其实并不是走了霉运 而是走进了自己创世的牛角尖而已 即使走出来 积极地投入生活中去 马上就能转运 第二个地方 医院 一个人觉得自己倒霉的时候 总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其实 人只要健健康康地活着 就是一种幸福 就是一种最好的福报 当走进医院 看到那些得了重病的人 对生的无比渴望 对病痛的无比恐惧 我们除了抱以同情之外 我们应该也可以感悟到自己 其实是幸福的 自己 其实是好运的 没运好运毅然 先是越没 后便是越好 先是越好 后便越没 释然开怀 把自己所理解的倒霉之事 抛到一边 然后重新投入到新的奋斗中 由此信心和努力 好运气就会如约而至 第三个地方 工地 很多人遇到一点挫折和打击 就总是抱怨自己倒霉 抱怨自己人生的艰难 其实 人遇到一点挫折和打击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人生的一点挫折和打击 都是人生路上的一块石金石 懂得总结经验 懂得好好使用这块石金石 我们才能获得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事物总是跳跃波浪式发展的 这其中有个主次先后的关系 却是要注意的 先得回后师 先主会后赐 先师会后德 先赐回后主 看他那些比我们更得更苦更累的人 是如何战胜自己人生路上的困难的 当走进烈日下的工地 坐在酷热无比的雨遮瑕 看着那些挥汗如雨的工人 在想自己遇到一点的挫折和打击 就抱怨这抱怨那的时候 一定会摒弃自己牵强附会的所谓霉气 远离矫情 重拾人生的激情 先苦后甜 先梅后好 还是先甜后苦 先好后梅 鱼鱼熊掌不可得奸 必选其一 物极必反 脾气泰来 触敌反弹 拂酒高飞 苦尽甜来 乐极生悲 吃苦在前 享福在后 先是越倒霉的人 后来越是行好运 过上好日子 第四个地方 乔洞 觉得自己倒霉透顶 觉得自己日子过得简单而无聊 那么去乔洞下去看一看 去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聊聊天 了解一下他们的疾苦 同时也给他们一点点帮助 知道苦难和付出善意 会让人幡然醒悟 原来自己还是幸福的 毕竟还能吃饱穿暖 就可以重拾生活的信心 继续为自己加油鼓劲 满腔的激情和斗志 一定就会带来兴旺的前程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想自使到终都好 是不可能的 但人无常眉 总有触敌反弹时 扶久了也凝聚力量 终能飞得更高 做得更好 只要理智 于是沉着冷静 咬紧牙关 渡难历险之后便是坛图 山穷水尽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风水轮流转 十年河冬 十年河西 风雨过后 就见彩虹 种下端午 飞龙在天 龙气旺盛 百眉皆碧 万事大吉 在古代 五月被认为是毒月 恶月 因为这时候 天气越来越热 雨水渐渐增多 人们很容易生病 自然界的许多昆虫也都出来活动 人们把五月初五定为驱赶瘟疫毒虫的日子 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是五种动物 它们分别是蛇 蟹 蜘蛛 蜚虎 蝉蜀 其实 把这五种动物合成为五毒 是古人的一种误解 因为蜚虎无毒 却被认为是剧毒物 天热了 各种各样的毒都出来了 蛇 虫 蚊 蚁 蝎子 蜈蚣 蝉蝄等 还有细菌和病毒都很活跃 是容易流行疫病的时候 特别是小孩子容易被传染 所以 我们特别要注意来预防 农历五月俗 称毒月 传说在农历五月初五这天 阴阳之气相争 阴气胜出 邪碎 鬼魅 百毒 瘟疫将随着酷暑的到来慢慢猖獗 于是五月又称为恶月 五月气候温热多雨 有时还会炸满海寒 所以古人也称五月为欲征 五月的挂名是个够 五阳在上 乙阴在下 当阳气上升到了极点 再无可生之地 就会向它的反面转化 阳气渐消 不知不觉间 阴气已从地底下慢慢滋生 天下万物都能相遇 雌性的已经开始孕育 由此可以看出五月处于阳极转阴的洁变之时 此时气温升高 雨量增多 空气也变得潮湿 由于有了适合的温度和湿度 所以各种毒虫 蚊蚓又卵 及微生物等 进入大量繁殖期和活跃期 同时 人体也极易受到湿热之邪的清洗而发病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 生活环境简陋 改变环境及医疗条件路后的前提下 农历五月 阴虫咬 中邪 感染瘟疫 精神烦躁等导致生病 死亡 意外的人陡然增加 正因毒虫肆虐 瘴气流行 瘟疫爆发 邪气伤身等 引起古人对这个月的恐惧 故将这个月称之为毒月 五月 人体阳气达到罪望 火望至极 所以阳气外散是 内力虚弱 不适合进行泄好的活动 也特别容易得心脏病 此月湿热加重 以湿热内积 心火重 小肠肌热 还引起口舌生疮 小便短黄 大便密解 或皮须湿困 或湿热下肿 女性亦患妇科病 并伴有局部或全身症状的妇科病 男性亦出现精气活动受阻 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容易受孕 古人认为 五月不宜行房 也不是不无道理 不能全盘否认 若身体不是节制方式 也是必要的 所以古代有习俗 五月让妇女回娘家住一个月 其中的九毒日更要慎重 汉族民俗认为 农历五月为毒月 是最要注意的一个月份 古代汉族民俗称 毒月期间 夫妻不能同房 君子应节制适宇 食物清淡 减少酸味 增加苦味 一干不慎 此时节应敬养 与自然和谐平定兴起 能全月不同房 对身心都有极大的好处 端午正是九毒日之首 也因此 这一天 汉族民俗中有许多喝雄黄酒 带香囊 茶爱草等辟邪驱毒的仪式 其中都予有古德智慧经验的传承 农历五月 俗称毒月 很多人听至此 一笑而过 说是迷信 中华五千年来的智慧解经 你能了解多少 你不知道的是多的是 你不能武断地说是迷信 让我们解开其中的奥秘 五月初五 也就是端午 这一天开始 初五 初六 初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以及二五 二六 二七 此九天为天地交太久毒日 农历五月十四为天地交太日 一共十天 这十天内 务必端容宿己 严禁杀生 行淫 否则严重伤身 损七号精元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五月十三日 也是经济 总之 如能在整个阴历五月 不同房金语 对身体修复有极大的好处 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天地间道法的奥秘 皇帝 皇帝内经 终有段采用轩辕皇帝和宿女对话方式 谈论了性生活的忌日 宿女说 每年农历五月 是天地之气交合之日 男女不可行房 凡同房者不出三年必妖房 用什么可以验证呢 许白色心不易耻 于当晚悬挂东面墙上 第二天早上观看必有血色 切记何妨 特别是性欲重的人 小心在五读月诗叫真阳 真阳一诗 命不久也 五月为天地交态之月 阴阳混沌不分 人体脏腹气血受极大影响 宝经惜命 宁神为首 方可安然度过 反应人身 肚里空荡荡 走步无力 没有精神 对于这种规则 许多人是不信的 但知道后 又未必敢以身试法 蒙历五月十六日子夜观天象 天成淡红色 此时是二十三时之一时 不是初晚霞的时辰 此时天色红比有原因 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 是极为有限的 道一讲 人与宇宙为一体 人体五脏六腑 接受天地运行的影响 此时的节气 乃阴阳相争死生分叛之时 已从农历五月初一进起 借过一月 果能色欲准结 自可百病消除 今人各种突发病症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肌梗塞等 每多腰腿酸疼 几肩酸麻 四肢无力 背心发热 咳嗽不止 时而头昏头痛 时而眼花眼痛 秋冬则恶寒怕疯 手足发冷 春夏则侯藤慕红 腹痛必杀 正当年壮之时 乃见种种不足之症 推远其故 无不因未能劫狱而来 其为病也由剑而身 由危而着 初遂所患上小 久则酿成大病 不可不畏死 而谨守于先也 多于伤生 断非药而能补 好色者施药以自愈 此亡身之本也 草根树皮之品 万难易遂填精 其能滋补者 不过偏阴偏阳 借以流通气血 及气血济亏 虽药时亦无从补救 古云服药百科 不如一消毒卧 甚无是药可补身 近日与月球的运行有关 与地球绕太阳公转有关 与地球上天气变化有关 人在宇宙中是十分渺小的 天体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人产生影响 这是已被现代科学证实了 中国古代的理论 多靠哲学推理和统计学研 而不是靠实验室里的论证 至于古代养生学者列举的 即日的根据是什么 只有靠现代人去探眼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